台北市政府針對於光復南路的這一個路數的原地保留呢 是不是已經有變卦了 那如果沒有變卦呢 為什麼給一個承諾有這麼難嗎 那我們在要求這樣的事情 就是說我們今天最主要是要求這一個 請他要求他給這個承諾 白紙黑紙的承諾 只要這段時間呢 市府一直以就是說我們的站棚占據那個交通為友 然後要求我們撤除站棚 那其實我們也把光復南路有關於那個壁面的壁畫 跟那個人行走道都已經空出來 其實不管是自行車不管是行人走過去都沒有問題 那我們站棚只是在樹下齁 那我們這個是一個公民言論自由的行使 那其實在六月三號 六月初的時候 張金樂副市長召開了協調會的時候 他已經有明確的用口頭指示說 要求市政府就這個路行變更了研討那個民間的就是可行性 然後研討完了呢也在六月中市政府終於提出了市府的版本 結果就在會議之前臨時因故取消 那到現在已經不知不覺又過了一個月了 那我們在這邊忍著這個35度的高溫這樣 前幾天還有37.8度 那我們的志工已經這樣守護了81天 其實在我們上一次協調會的時候 中校東路的風箱在我們會議裡面 我們是因為樹保委員跟張金樂副市長就明顯說 就是中校東路的風箱是要在秋末村出正確的季節才能移植 所以張金樂副市長他是跟我們口頭承諾說 他在秋末村出的時候他才會移植那些樹 但是其實在會議中我們也有發覺 真正的環評書裡面 環評結論裡面有很明顯的表示說 中校東路上面的風箱樹 就是在那個車道上 就是中校東路上面的風箱樹 他位在的那個他要拓寬的那個車道上面 在環評結論上面是很明顯說要硬退縮一車道 所以整個要退縮一車道的話是要完全的退到整個現在大巨蛋裡面的施工地裡面 所以因此來推論起來的話 整個大巨蛋的工程會因為這一個環評結論 他甚至要拆除或甚至要往前去 要把它重新變更設計這樣子 所以我們一直質疑的是說 假如照這個環評結論的話 中校東路上面的風箱其實是可以保留下來的 但是我們提出這個疑問的時候 市政府跟我們的說法是說 他就跟我們說我們解釋的方法是不太正確的 所以我們質疑市政府是不是有在土地所謂的遠雄這樣子 因為光那個退縮一車道那完全是要影響他整個基地的建設 而且退縮一車道的話 這完全這一車道的空間是不是就是給遠雄在一車道的空間去做一個營業跟設施的部分 我們在這邊住了八十一天 以身體忍受這些中暑跟這些酷熱 來告訴大家 就是這些樹有多麼重要 如果在冷氣房裡面這些體育局這些官僚呢 如果你們覺得這些樹都要砍的話 那歡迎你們到遠雄外面 這個人行道柏游路上 跟我們一起參風路樹 繼續躺在就是來這邊 我們不需要你躺八十一天 你躺個十天二十天睡看看 如果沒有樹那個水泥地有多熱 前幾天我們測出來水泥地是五十幾度 然後柏游路是六十幾度 這些到晚上都還會釋放熱島效應 這有總共有三塊部分 第一個是光復南路的樹 那第二個是忠孝北路北側的風箱 那第三個是國父紀念館的白千城 那這三個呢 張金樂副市長在口頭的指示 他只是說請交通局來做報告的時候 到李慶豐議員辦公室做報告 那在報告的這個市府的版本 是對於光復南路原則上這二十幾顆印度紙潭 跟木棉樹呢 只會再多移一兩顆 那我們希望能夠在協調會的時候 針對這可能會再多移的一兩顆去做減少 就是說盡量能夠在路樹保留 的最大化這樣來去做協調會來做協商 那至於說忠孝東路北側的風箱呢 是承諾在冬天移植 那目前是忠孝東路北側這個 圖利遠雄這個環平承諾不算數的這件事情 這十三顆還是要移的 是到冬天還要移 所以目前只有保住光復南路 那只是現在連光復南路這個原地保留 都還可能因為有局處在從中作梗 也有可能會有變數 所以我們才會要求他說做白紙黑字的承諾 原地保留 白紙黑字 原地保留 白紙黑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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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紙黑字